阿妹 阿妹 多谢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车子在我等我们两个了 准备好了 刚才你没有来 所以说我再给爷爷弄点菜 好嘛 你先去拿多谢 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拿东西哈 好 哇 娘娘 哎 你在那里等我一下 我给爷爷说 您稍后再走哈 好 爷爷 我一直在家里面的话 也没有什么收入 所以我跟王娘娘一起出去找找工作 怕他们不能找到工作 你也知道自从妈妈去世不在了之后 就是爷爷 奶奶你们两个把我抚养长大的 所以现在我长大了 换成我来孝敬你们的时候了 你看一下我一直待在村里的话 连件相应的衣服都给你们买不了 所以这次我想了很久了 我也决定了 跟王娘娘一起出去看看 然后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和奶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你等两天去吧 等你奶奶 嗯 等你 我知道奶奶等两天 她回来的时候你就跟她说嘛 不然奶奶看到我这样子 她也会哭哭哭哭的 你等她回来的时候 你好好地跟她说就可以了 然后我买了一个 给你准备了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你要随时都放在包里面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 按这个就可以接了 然后你一定要随时都放在包里面 知道吗 嗯 这样子然后 这上面就给你写了我的电话号码 你们想我的时候 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想你们的时候我也随时给你们打电话 打不来 打不来嘛 你喊我这个老板叫你 对 打不来你就找王娘娘家的家人 让他帮你打过来就可以了 那爷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 等奶奶回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地安慰他 虽然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就是长这么大 第一次离开你们 我真的很舍不得 但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 我没办法 爷爷 嗯 然后 你确实照顾好自己 嗯 好的 你们不要太担心我了 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 嗯 阿玛你 嗯 还没得事的话 我们就走了 嗯 等一下 爷爷 你来这个 你这个钱 嗯 你拿着 你出门通知钱 对的 嗯 没事 我我有 爷爷我有 然后这个你就拿着 爷爷你们两个想吃什么就买来吃 你们想要什么就买来吃 不要节约了 知道吗 我出去打过去就会有钱了 好的 不要担心我了哈 爷爷 那那我先走了哈 拜拜 走啊 好的 爷爷 在路上好好照顾啊 你俩好好照顾自己哈 阿玛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呢 这个下 啊 啊 还有肉 哦不用了爷爷 不用了不用了 你不要担心我 外面的话呢 吃的都是大鱼大肉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担心我 对 你们滚留着吃嘛 你拿你拿回去放着 奶奶你们两个不要节约 该吃的时候要吃 不要拿来等我 知道吗 哦对的 我外面生活很好的 我出去打滚的话 外面都是大鱼大肉 不要担心 哦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你以后再过去 嗯 好了 嗯 好 我走了哈 有很多水是可以回家了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好 阿玛走吧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酸甜苦辣离行过也醉过 也曾倔强脆弱 依然执着 相信花开以后 回忆结果 回忆结果